电价审议委员会17日开会 行政院长陈建仁17日表示 发电燃料的价格大幅上升 考虑到台电去年亏损的情况 因此请电价审议委员会 决定台电电价调整幅度 陈建仁出席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并备询 会前他接受媒体联访 媒体询问4月电价即将涨价 美国媒体也批评核二厂二号机厨艺 恐怕导致台湾大停电 并且增加碳排 陈建仁回应 发电燃料的价格大幅上升 所以世界各国都大幅的提升电价 我国也考虑到台电去年亏损的情况 应会请省议委员会来看如何调整电价 至于调整的幅度是如何 会尊重专业的决定 他强调我国提前税修 所以使得电力供应是充足的 大家不必要担心